好 我們如果說這個前基準面 我們要這個地方 我們要剛好新增一個到這個線上 或到這個點上 那我們要怎麼去設定 好 那一樣 先新增基準面 然後他問你說 你要是哪個基準面你要做呢 就是我們第一個參考的應該是 這一個 對不對 但他跑錯邊了 那是沒關係 我們給他第二個參考 好 就第一參考是這個前基準面對不對 然後第二參考 你給他是一個距離或是一條一個軸 這個距離好了 他就過來這個點上了 你看他就剛好在這個點上 我可以在這個點上再往上漲 好 那如果我要旋轉怎麼辦 我要給他一個軸 我要給他一個這個軸 好 不過他現在已經超過三個了 是不行的 好 我們可以這樣子 好 這個前基準面 好 這個前基準面 我們要給他第二參考是這個軸 好 這個前基準面 我們要給他第二參考是這個軸 因為我們要讓他旋轉 然後讓他增成一個這個面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點一個距離 他就從這邊到這邊就新增這個基準面 剛好在這線上 如果要讓他旋轉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另外再新增一個 然後給他一個軸線 好 譬如說這個 這個面我們要再新增一個 好 這個參考了嘛 對不對 我們要給他第二參考是一個 是這個 是這個 這條線 因為我們要讓他旋轉 點他 等一下 不行 好 這邊設定少於有問題 沒關係 我們先 大家先知道一下 如果你剛剛新增基準面的方法 除了給他距離多少之外 你還可以給他一個點 告訴他是在哪邊 你給他一個點在哪邊 所以他在這邊新增一個面 是在這個位置 OK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新增基準面的方法 那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參考的話呢 那就請你給他數值 數值是多少 在前期的面的這個 他移動的數值是多少 好吧 現在整個都亂掉 因為我們剛剛新增這一個 好 那等一下同學們 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這個新增基準面 你要怎麼把它設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從這個 前期的面這邊 把它拉過來這邊 大家嘗試一下 來吧 好 感谢观看